今天的中國農村不可能獨立這個世界存在 我是歐寧 現在定居在黃山一縣比山村 同時開展一個鄉村建設的項目 比山計劃 比山計劃總的來講就是保留農村的那種特點 同時也不要落後於時代 我希望把農村變成一個宜居的 讓它區別於城市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跟村民對這個東西的理解之間有一定的距離 這個距離也是我們要努力地去縮短的 因為老百姓現在目前最關心的問題還是經濟上怎麼樣徵收 我在村裡開了一個新空間叫理農館 這個空間除了有一些展示空間有圖書館 學習中心之外呢 我還加入了商業部分 一個咖啡館 一個展望鋪 我們開發了一些跟農業有關的產品 同時也幫村民銷售他們自己的農產品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轉型 南京新空書店就在這裡開了比山數據 把一個池塘的空間的功能轉化成為一個符合當代生活需要的一個書店空間 但是因為現在B山的人流量 其實還完全支持不了這樣一個商業的運作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要在營業上面多想一些辦法 天下清流 帶走 做彼山計畫有很多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還是留在彼山 跟這些困難比起來 生活定居在這裡的樂趣 讓我可以定下來 我觉得一个unreasonable的人应该是具有强大的意志和能力 他要具有非常强的行动力 我希望能够让这个村庄变得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